国民党讲的其实坦白讲 乍听这样有道理 这是大人的事 我们放过学生 这句话应该对谁讲 对侵略者讲 侵略者说这是大人的事 你不要飞弹不要攻击学校 你飞弹不要攻击医院 这是大人的事 可是问题是最近两场战争 我们都发现不可能 恶物战争 以阿战争 你飞弹子弹是没有眼睛的 你就是会炸到平民 你炸到平民的时候 你如果让学生 连那种什么包扎都不会 后勤资源都不会 直接在弱化他们在战场的生存能力 跟国民党倒过瘾 可是重点来了 你说你看了非常多外国的例子 外国是女王 这个公主 这个王子 都要去当兵 我们学生又比他们娇贵吗 正好我先讲一件事 我今天早上也是访问洪森汉 你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听柯文哲 果不起来每次我们讲柯文哲 那个都几百几千起跳 那当然现在讲到比较严肃的话题 大家都觉得啊这个 可是我很感慨 我觉得说刚刚柯文讲的对 就是这礼拜还有选霸法 可能会被偷渡都要过关 这才是重要的一个民史 这个大家关心的话题 还有我 明年要罢免啊 不然怎么才算 刚刚那个答案是罢免吗 不 今天要修选霸法 不然是什么 去打架吗 打架有个鸟用 打架投票也输啊 打架有用吗 好 回到这个国防 我想一想 我支持你 我从今天开始追随李正浩 追随什么 不是 你唯一的解放只有罢免吗 不然还有什么 蓝民权老江湖告诉我一下 除了罢免啊 对啊 那你现在就是赶快把习次先搬回来啊 不然怎么办呢 罢免也不见得把习次搬回来 你罢免一席 国民党就会觉得说不能乱搞 否则我这第二席嘛 要有那种恐吓 我也觉得要恶什么 不然还有什么 没有招了啊 赶钱正好 我帮大家集市广义啊 帮我告诉我 我只指鲁盾 我除了罢免我想不到 罢免的设计就是避免 今天发生这种事 不知道干嘛要罢免 对啊 我们还是要把习次再翻一点回来 对啊 那回观众 原资可以回来上九十二原资 再忍耐一下 明年二月原资 我跟你说 我们再讲这个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例子 因为我之前有去韩国采访过 当时是那个盐平岛战役 你知道那个南韩 他们的那个民防的观念 真的做得非常的落实 他们就比如说走在路上 你就问他说 如果今天 你知道北韩吗 常常在那边 蹦蹦蹦咻咻 他们就问他们说 你们知道你们要躲到哪里去 每个人都知道 那是因为他们的那个 民防的这个观念啊 他们基本上少择三个月 多择半年 他们都一定要去 比如说把你带到地下 他们的那个地下室啊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路里路外办非让打过来 我要躲到哪里去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连那个地下 那个叫什么 我们走地下道啊 地下道都会有一个那个 比如说放那个头盔的地方 对 那所以你只要把那个锤子拿起来 那个锤锤锤 就像我们做工程一样 你赶快就可以把那个头盔 还有防毒面具 还有那个什么防弹衣 就赶快穿在身上 他们是训练成这个样子 好那国外的例子呢 国外啦 你说那个西班牙最美的公主 他其实这个 奥雷诺 雷奥诺 对对对 因为他才这个 他是第一顺位 他是第一顺位 因为西班牙 他是未亚的女王啊 对 那他的爸爸就马上带着他 就直接正式入伍 跟随他爸爸的脚步 他现在是在西班牙的 总军事学院服役 未来要三年这个军旅生涯 那你说 其实大家讲到西班牙会战争吗 你们再交贵也没他交贵啊 是 那公主马上就这个要 那他可能会说我是公主 不要去 战争子弹都会绕过我 跟我无关 这是第一个嘛 第二个 你看着民众如果看到这个 公主或是未来的女王 要去服役 你会说我们西班牙要打仗了吗 不会嘛 对不对 你也不会有这样的概念 那比利时最强公主也是啊 也成为军校的传奇嘛 她也是要成为女王 2020年先进入军事学校 当然有很多她 比如说骑马啦 拿枪的一些英姿的照片 可是我必须讲 对她也是要服役的 可是大家看到她 也不会觉得说比利时 马上就要打仗了 这大人的事 不要跟学生无关 不会嘛 那我们回过头来 讲到瑞士啦 大家讲说瑞士是永久中立国 永久中立国 现在有50万民兵耶 当然这个是跟他们 之前的这个历史有关系 因为他们就是说 当时地小人仇 很多人去当佣兵 所以很多人不晓得是说 连教廷啊 教廷的那个站岗的卫兵 都是从瑞士来的 所以你看他们也 他们本来之前宪法 就是他们就是 有这个民兵的一个制度啦 所以至少他们现在 有50万的民兵 你所以走在路上 你还是可以看到 很多人拿荷枪实战 但是没怕 他们是民兵 就是有民兵的一个法律 那你也不会觉得说瑞士 瑞士永久中立国 要打仗了吗 不会啊 然后再来欧洲 你欧洲包括法国 德国 瑞士 他们都有所谓的 青少年国防教育 为了是什么 提升防卫实力 像德国啦 德国他们至少 有这个有规定 包括就是说 你这个2011年开始 有短期的7到14天 你就算是国防训练营也好 连路海空军都有 让你体验部队生活 那法国是越马克宏 2019年 他们就决定要实施 这个青少年国防教育 那你包括基础训练 基础训练跟短期的 这个志愿服务 那我们就要说什么 这大人的事放过学生吧 其实我真心觉得啦 就是说你这个什么 权动法这些 我认为说 如果小孩比较小的话 你至少让他有一些包扎 有些这个急救 你说要 比如说至少你跑到哪里去 你总是要知道 你说国中生 国小生包扎急救 跑去哪里避难 这基本的嘛 是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连这个都要反对呢 那你高中生去搬一下 顾值 这不是很难的 那我觉得国民党最好笑的是说 这个如果战争来了 你就是要赶快去对抗 会对抗你也要三预算 这个我也不懂 他们的逻辑到底在哪 非常谢谢明明姐 我们请明明姐回来 字幕最导致